大半夜 蔡新男子被人勾著走進小巷子 仔細看 後頭跟著一名未成年少女 當時她手上拿著電擊棒 抵著被害人 而少女媽媽壓陣 一醒人來到房東家門口 要對方出來道歉 還逼房東有人下跪 因為租約問題 林姓女子的店家被砸 她懷疑是房東找人砸店的 因此是強崖被害人 來到了房東家門口 逼她下跪 要她道歉 原來是房客跟房東有租約糾紛 店家被砸了 懷疑是房東找她的朋友來砸店 因此持電擊棒 押著對方下跪 坦誠道歉 蔡小姐說兩人糾紛 不止如此 103年6月 暗夜120貨把店家燒了 縱火的居然是房客 事後還到處張貼傳單 說遇上了二房東 同年7月 押人下跪 逼迫道歉 那我就搬家了 他今天會拿電擊棒來押別人 會不會哪一天天他拿電擊棒來押我 失靈地院審理 押人妨害自由案 判房客及他的餘妻男友五個月有期徒刑 被害房東說 遇上這樣的房客 無奈跑法院外 也擔心自己的人身安全 記者劉須瑞 邵紫陽 新聞報導 咪